欢迎大家来到来人厨房 今天来介绍江苏南通人过年常吃的一道菜 灌汤春卷 灌汤春卷用猪皮冻做汤汁 本地的野菜搭配新鲜猪肉 三者合一造就了这道极具年味的特色菜 将野菜剁成末 放入碗中 青蒜从中间劈开 再切末 放入碗中 生姜切丝 再切末 猪肉米放入碗中 加入姜末 搅匀 加盐和料酒搅拌 将猪皮冻剁碎 放入肉米中 倒入适量蚝油 加适量酱油 放入野菜末 青蒜末 搅拌均匀 涮糊 倒入适量淀粉 倒入淀粉 淀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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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辣粉 从一端卷起春卷皮 两三圈时将两边的春卷皮向内折起来 卷到尾部为止 锅内倒油烧热 六七成热时放入春卷 要小心烫伤 青黄酥脆时捞出 灌汤春卷最大的特色就是舀下一口有汤汁流出 野菜肉米的组合清爽不腻鲜香可口